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渡史 中国历史几千年 有很多人物 其实他的评价在过往这段时间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比如说倒退几十年 我们提起雍正 很多人都说的刻薄寡恩 不是个好皇帝 实在没法跟他儿子老子康乾盛世相提并论 然而近些年的史学研究 大家都认为 真正起中流砥柱的就是雍正 同样还有一个人的评价 过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秦始皇 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一提起秦始皇 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暴君的象征 一提就是暴秦 苛政 似乎古人们都忘了 是秦始皇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今天我们能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这个历史有两千多年了 一切都被秦始皇所赐 如果不是秦王扫六合 那么很有可能 今天我们跟欧洲差不多 尤其是这场疫情 让我们意识到了一盘散沙有多么威胁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提起秦始皇 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过往这两千多年 提起秦代 提起秦始皇 负面评价非常多呢 这大概出于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第一 春秋战国 纷乱七八百年 虽然当时那些小国不算是民族国家 但是实际上到了战国后期 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几百年了 传承了十几二十代了 而一系之间 他们都被秦国占领 也可以说是秦略 作为六国后人 其实那也是亡国奴啊 而且兼并战争是很惨烈的 士兵死 百姓苦 作为被侵略的一方 那自然不会对秦国有什么好的印象 当然如果大秦的气数能延长很多年的话 如果秦始皇后面真像他说的那样 咱们不用说百事万事 哪怕有个十几代皇帝 那么秦始皇作为开国君主 他的这个形象一定是非常正面的 可问题是秦始皇刚死半年 陈胜吾广就起义了 秦始皇刚死三年 不可一世的大秦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那么作为六国后人建立的新朝代 自然不会对你秦始皇有什么好印象 而反过来讲 两汉延续了四百多年 这个历史记忆的惯性是很大的 而对于汉家皇帝来讲 他们也要寻找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证明 就是为什么这个天下是你的 不是别人的吗 刘邦起义的时候 还编造了那个斩白蛇起义的传说 这要加强自己这个军权神授的合法性 尤其是刘邦本人还不是六国的旧贵族 凭什么你当皇帝啊 那么整个汉代就必须对秦代进行批判 因为你是暴秦 因为你苛政 因为你的存在让老百姓受很多苦 所以我才应运而起 我取代你是天意 我是替天行道 秦代够坏 汉代才够好 秦始皇够坏 汉的统治才有其合法性 中国历代实际上是很讲究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 朱元璋为什么能当皇帝 我驱出大陆啊 我把蒙古人赶跑了 清代都说 我入主中原 不是我窃取了大明的天下 是你们的皇帝被你们的流民造反 自杀了 我是过来救他的 结果朱家没后人了 我才来当的这个皇帝 那么当然 对于汉代来讲 只有不断的攻击秦 攻击秦始皇 让后世都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 他的存在是老百姓痛苦的根源 我们汉才有真正的合法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2000年来 秦始皇一直是个偏负面形象的原因呢 我才能够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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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能够秦始皇